追封者大结局,林乔松被击毙,魏若来很圆满,只有他最意外。 追封者是由姚晓峰导演、温良平编剧、王一博、李沁、王阳、张天阳、高禄、王学尹、杨坤、蓝西亚等人主演的电视剧。 全剧收官,迎来大结局。 在大结局中,魏若来带领牛春苗等运送乌鲨到广州,还没下火车就被林乔松闻到了魏,绿队前来抓人,魏若来等抢先一步逃出包围,十几吨鲨却落到林乔松手中。 为了拿回乌鲨,顺利出货,魏若来巧射一计,通过伪造沈图南的签名,利用越军的严副参谋长作尔,从而吸引住林乔松,完成了码头上的顺利交接。 其后,魏若来在运送二十万大洋的物质回苏区时,同样使用了吊虎离山河升东及西之计,取得胜利。 可以说魏若来的结局很圆满。经过长征之后,他又来到了上海,以地下党的身份展开与敌人的金融暗战。 林乔松是在魏若来运送物质出月时,被击毙在火车上。 行动之前,林乔松已预料到此行有死无生,向宋美娟交代了后事,坦承了杀死其凶宋寿兽田之事。 宋美娟又悲又痛又恨,又无可奈何。林乔松将所有的积蓄留给了宋美娟。 其实他也没多少钱,这是一个不贪财,不恋权,不好色,随时可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男人。 可是他又是一个倒行逆施,令人恨得牙痒,连他自己都说我就是一个疯子的人。 他的心中从未装过百姓,善恶不分,中间不变,这是他最可恨之处吧。 那么,只有一人最意外,此人是谁呢? 沈图南送走妻女时,说的那一席话我希望女儿长大后能生活在一个盛世,就已为她在大结局的意外之举埋下伏笔。 魏若来的以夺回乌纱,顺利出货,沈图南公布可没。 他故意将乌纱的售价透露出去,然后来到魏若来语言参谋长约定的饭店稳住林乔松,为魏若来出货争取时间。 这是第一个意外。 火车上,林乔松识破了沈图南再度为魏若来争取时间的计谋,对沈图南连开竖枪, 殊不知沈图南穿着沈进真生前送给他的特制防弹衣,沈图南安然无恙。 这是第二个意外。 黄从云不知内情,为沈图南挡枪牺牲。 第三个意外是林乔松逼近火车头,与魏若来展开一场激斗,魏若来危在旦夕, 千军一发之际沈图南赶到,举枪将林乔松击毙。 但还不止于。 两年之后,魏若来奉命来到上海,与我方的地下工作者孤雁接头, 而孤雁便是沈图南。 这是第四个意外。 早在两年前,沈图南击毙林乔松,帮助我方成功运回重要物质之后, 认清了谁才是真正为国为民的沈图南加入了我党, 成为我方隐秘战线上的一员。 魏若来就见街头之人是沈图南,是他曾经的师父,又惊又喜。 在大结局的最后,魏若来与沈图南联手将组织对敌人的金融战, 为夺取最后的胜利贡献力量。 可以说沈图南的结局充满了反转,一个接一个,出人意料之外, 又在情理之中,惊心动魄,扣人心弦,又感人至深。 沈图南弃暗投名,最欣喜的除了魏若来等,还有九泉下的沈靖珍吧? 沈靖珍泉下有之,可以含笑九泉了。 根据大结局的剧情显示,笔者认为还会有第二部。 以上是笔者根据剧情的分析。 对此你怎么看,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